新聞大敗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我還是要對比一下阿扁跟現在這個政府的不同 是 你看那個時候也有人醞釀對T台有意見嘛 也是阿扁站出來 陳水扁時候新聞局局長是 是誰 姚文治嘛 對 邀邀 那那個陳水扁就反對 他說不能夠把電視台關掉 那你還是民主社會 那現在這個政府就把中天關 不是嗎 那還有我看阿扁八年 他就很少對記者提告 幾乎沒有啦 幾乎沒有 沒有印象 那你現在看這個政府對記者提告多少 還有對於這種 現場就有一位 對於這一種人家這個網路的語言 然後挖苦你的或者是怎樣 你也要提告 這個在阿扁時代是沒見過的 所以你怎麼會變成這樣呢 你現在是要對照 你說要進入自由民主陣營 12月要參加民主高峰會 結果你的做法越來越像對面 這太奇怪了吧 所以塔綠班的這個意思 其實就是跟極權畫上等號 極權你都一直指稱對岸是極權國家 那你自己越來越像極權國家來靠攏 因為你的所作所為 其實真的越來越極權了 那過去這個民營其實草根起家的 鄭老師最知道 從草根跟大家一起 農民 工人 工運一起起來的 那現在你執政了 你就說高鴻安你是知識分子 你怎麼可以罵人 是變成過去你的對立面是國民黨 國民黨說知識分子 我知識分子 所以我如何如何 怎麼會變得這麼快又這麼多 像是現在政府提出了很多很多的政策 那人民當然有批評的這個權利 那現在是政府有骨氣 人民沒底氣嗎 講的是什麼 講的是過去有很多 包括水果的政策 包括對岸的這個貿易的阻擋 難道我們說我們要有骨氣 我們要這個抗中保台 可是人民你有問問看 他們有沒有底氣嗎 那講到錢 大家都非常的關注 昨天這個我們的這個 無配券的電子支付的綁定 終於已經推出了 可是看起來政府沒有準備好 倉促的推出來 因為整個電腦大檔機 包括你可以看到 所謂更好領更好用更刺激 都是你在講 你覺得更好領 你覺得更好用 你覺得更刺激 可是對我們伸斗小民來說 一點都不好用 一點都不刺激 對啦 刺激是讓我們疲於奔命嗎 你可以看到 包括了這個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江永昌都說 他自己辦公室五支手機 所有的助理都同時間想要登陸上去 結果都登不了 這是國家隊嗎 國家隊實在是太難看了 我們來看看這個江永昌 今天在立法院的質詢內容 臺灣沛數位增訊線綁定 到現在還不能登陸進去 真的不曉得你們跟官貿到底是有簽約沒簽約 限制性招標吧 每次官貿都是國安問題什麼問題 都只能找他這一家 1922也是找官貿 他的資訊系統都他處理 現在到底是電子支付或者銀行出問題 還是你經濟部下的指令出問題 還是官貿出問題 這不是手機不好 也不是立法院的訊號不好 今天數位綁定的人確實非常多 進來的官網的人更多 我們其實早上後來都慢慢在排除 有流量先試 但是是可以進來的 是沒有問題的 到現在我跟你講 我國會辦公室五支手機 到現在還都登不進去 回去檢討 臺灣配 臺灣隊 國家隊 難看 我的朋友半夜去還是塞 你看亮哥多生氣 我們剛剛一邊在看江友昌的質詢 亮哥說拜託 唐鳳說昨天10點就通了 結果根本沒通 我朋友半夜想去 結果也是塞 應該是你自己吧 不是 我朋友把那個貼圖寄給我 是 說什麼本系統正在重整當中 對 所以到處傳回來的訊息 都是這樣 我們的王美華部長到底是跟人民有多遠 他說可以 現在都可以進來了 你就是在說謊 但是你根本沒有自己去測試 我們來看看我們花多少錢 9.7億 你光這個系統你9.7億 可是卻大當機 蘇貞昌居然有臉講說 可見大受歡迎 是不是蘇貞昌對於這個電腦的 相關的設備一點都不了解 所有的民怨通通排山倒海而來 在各種的social media 在這個pt上面 我們都看到了 所以唐鳳壽你自己這個燈臺來做promot 可是只召喚來了全民之怒 我們的所有我們全民都來做封測的戲碼嗎 因為有專家說你花了這麼多錢 包括20多億的行政成本 大家知道因為要印這個券 所以20多億的行政成本 再加上9.7億的系統開發 這個是榜數位的這個券 然後還有1.2億的宣傳費 這個宣傳費就拍了 像是唐鳳壽這樣的promot的片子 這麼多錢就搞成這樣 那底下的這個所謂的唐鳳的IT大城 底下的一個這個官貿公司 這個官股站的40%的官貿公司 都是他們得標的 都是他們設計的 可是設計出來的東西 真的很不堪用 9.7億設計出這樣的東西 有專家就說你根本就沒有 你根本就沒有這個這個測試不完整 也就是說你就是倉促的推上線 讓我們全民來 來這個做這個全民的測試 那你聽到這個很多人愛紅遍言 我們在都會區都聽到 不過在台中 我知道里長還在線上嗎 里長好像有很多很多的這個黎明 就拿出他們的包括健保卡 身份證請您幫忙綁定 是不是 昨天聽說你做模樣的 我給大家報告 因為這次聽說先綁定就能計五百 但是民眾你知道這個五百 對他們來說多大錢你知道嗎 他這裡當作說今天來這裡申請來這裡登入 就能隨便到 不是啦 他這裡八成不知道 他當作說今天我來辦店里長 你就可以隨五千五就能計下 他們不知道說還要信用卡等等的一些道理 說實際有的 有的 總之我在那裡刺激到兩點多前 連記錄就不能記錄 既然他們那麼說這個系統多好用 還開九點七億去用這個系統 你們都沒有測試嗎 再來你剛才把你買而已 你就自製賣掉了 你不知道里長票 里面說 我去用正銷 再來你做三小里長 什麼都不行 人家說這個很簡單的就疑疑的就可以了 為什麼 怎麼會來這裡都不可以用 不可以用你要跟我們說 但是里長不知道 里長也是跟你一樣 看電視說怎麼操作 我們才知道怎麼用 但是我們也是這麼做 但是都沒辦法 我們去用門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跟你面子 當然不行 因為我們後一次又不算 人家重點聽我們台灣政府的說詞 我們地方的里長只能來解釋 是 你只能說我們真的要來幫你告就對了 是我們的里長要來告你這個政府 是 不可以說我只要跟你說 卡里班而已 你就自製賣掉 有什麼 說實在的聽聽地方的聲音 你有這麼多人來這裡排隊 這些長者也好 中年人也好 完全不會用 一毛吃過就是不行 他當作里長的系統比較好 為什麼說 里長本來就是我們政府的一個單位 你本來就是要來服務我們 但是我們也管你給你服務 可是沒有辦法服務 為什麼 王權當機 我們聽到里長這樣講 我們應該要去檢討 你這樣說我都同情你的 真的很辛苦 剛才你要去收 全部花30幾億 這些錢是你的錢 今天你的錢你管你這樣花嗎 這就是我不要跟你說的 政府拜託 你把台灣的企業 當作是你們家的經營 你不會這樣弄掉 30幾億 不是3千5百塊 不是八千你給你們分 還沒拿到就要先開出來 這些錢有需要花那麼多 你就多少錢好運就好 有需要這樣給你 再來 人家當作說 我們今天綁定了 就可以馬上領到 我又跟他解釋說 不好意思啦 是9月25號 才可以來設定說 你要去高位領 不是這個時候可以領 他也不瞭解 因為你們從頭到尾沒有說清楚 講明白 你就直接就起來了 你當作每個長者都 你看新聞 還是說大家都唱歌 都一直報嗎 沒有 可是他都簡潔 都是都覺得說 你有人說這樣就可以 為什麼你才不行 我這樣也不知道 我跟你一樣 我也是看電視才了解 我也才知道說 這怎麼花這麼多錢 買了效果都沒有 叫我們 只幫你賣一個卡利班 你就記載不掉 我們里長再問說 你做三小里長 這個感受 說什麼 我也要來顧你政府給別人 對啊 里長你要用詞 也要注意一下 我們也很擔心 謝謝里長 我聽到里長這樣講話 真的很辛苦 前子你看到 剛剛里長講到一個重點 我們其實整個社會的民調 大概有七成的人 都希望發現金 你現在知道政府 為什麼不發了嗎 因為發現金 一定要經過里長 林長的系統 如果他們去發現金 以現在社會的情況 或者國民黨的里長數比較多 多數里長都是五黨籍 是 但是至少他比較重 這里長是民眾黨的 是 他民眾 那他去發的時候 黑里長 林長四個人來捐兩萬塊拿魚 我還送你們兩個水風 對不對 這個里長也有親自送錢到家裡 也有送給小禮物的 這種臨場感 你會不會記得這個里長 會啊 所以這個里長 他變成有政治的意涵 沒有人會記得這個錢 是從蘇貞昌的行政院下來的 那蘇貞昌現在要綁這個數位建 就是帶著堂皇告訴你們 大家來玩 然後八個行政部會 大家趕快龍翼建 什麼文化啦 什麼通通來 等於說讓你記住說 這是蘇貞昌政府給你的好處 他們要玩的是這一套 不要給里長去做好人 所以用意就是非常政治的 可是現在的民怨都已經出來了 你看第一線的里長 整個簡直都快要崩潰了 這些民怨難道 不會把他們吞噬掉嗎 來 我一個朋友是里長 自己趕快上去弄 因為里民都來問 他扶不起來 不要講這個 你看看這個 我不是在為廣告 你看看這個 這個報紙 昨天就講恐怕會發生 裡面有小朋友 預知死亡祭事 頭版頭 這長的報索 你看我中秋天 你看啥瓣 三板也講 都講了一大堆說 都是會亂 然後什麼 這什麼意思 大家都知道會亂 只有他不知道 怎麼可以這樣子 上次三倍券 已經發生過一次 我也看到高嘉瑜在罵說 三倍券弄過 現在不應該這樣 只是講不應該而已 我們要問 這樣的錯誤可以容忍嗎 這樣的錯誤應該發生嗎 發生了可以接受嗎 就是不可以接受 你沒有經驗 那沒有話講 已經有經驗 而且早就大家跟你說 會亂... 這就不聽 錢一開始這麼多 你又怎麼用彈奉承出來 在那邊講狗 又在那邊喇 你怎麼可能弄出 這樣的東西出來 這樣的結果是我們可以接受的嗎 重點是他自己批批 自己扶不批 自己扶不批 那我就覺得 民進黨假期很秀民批 要政績 很在乎 這個明明可以防範的 他竟然讓他發生 後來我就懂了 他就是要花錢 他就讓你麻煩 你現在這個是 他在蔡英文的第二任 不是搶錢就是搶錢 那這種情況之下 他明明知道會出問題 可是他錢就是要撒下去 就是要搞各種那樣 五花八門 還八種券 還要什麼綁定 講了一大堆 問題是這些錢開對路 這些錢應該開 你經典三個關 你就知道有出問題 你已經有經驗了 你照顧我聽高教育講說 為什麼不是原來的系統 收一收就可以用 要重新招標 還要花一億多 什麼做廣告 連開發這個城市到廣告 加起來十幾億 你錢怎麼這麼開 是去開對路下去 所以你絕對不是民進黨的水準 你怕你如果民進黨 說到幾天就有這種水準 八錢沒接受 那這樣就可以結果批批 你如果怕去國民黨做這個事情 好 你絕對給他騎著路 法國 你說 一定要叫他路台 所以我們今天要問 這個五花圈之外 是不可以接受的 是不應該發生的 是要有人負責的 民進黨不可以這樣就混過去 如果你們這樣混過去 那底下什麼壞事你們都不可以幹 第二個 這個下面 為什麼可以種種的 不應該發生的錯誤發生 是不是有人故意放水 這下面是不是有利益接勾結 這個當然要查出來 如果是民間企業 我相信應該不用花到這麼多錢 所以他們花的這個錢之多 也讓人覺得不可思議 不過觀眾朋友 雖然蘇院長說 因為當機就是表示大家都很喜歡 很受歡迎才會當機 不過我們先來看看 觀眾朋友 對於這個五倍券 你要領這個實體券 還是數位券 的這個民調的看法是什麼 這是我們TPBS的網路投票 必須講它是網路 就是透過LINE 或其他的這個網路的系統 把問卷丟出去 讓大家來回應 到目前為止我們得到了700多則 將近1000則的回應 其中有82.3%的人說 我還是喜歡實體的紙本券 你看已經花了這麼多錢 十幾億去開發 這個所謂的數位綁定的東西 還有宣傳 唐鳳都出來跳舞了 還是有8乘2的人認為 我比較喜歡實體券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數位綁定 選擇數位綁定的人 只有14.1% 雖然你又用了500塊 這個所謂的這個好食券 來吸引大家 可是吸引了半天 只有14.1%的人 願意去用數位綁定的方式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綁的綁定的這個方式 信用卡的人大概五成 那像是這些電子的行動支付 之三成 那電子票證是 大概只有9.6% 所以這個整個 即時的線上民調 其實我是蠻嚇一跳的 因為這個是透過一些 網路的民調 照理說這些人 願意去回答民調的人 你是有在使用電子的 一個網路的系統的 結果還有這麼高的人 不喜歡綁定 所以可見我們這個政策 我現在來說應該是失敗的 不是 他的期望值只有20% 可是他只有14%而已 我知道 因為去年只有8% 所以他這樣算成功 我跟你講 很多小型的服務業 是沒有數位支付的 所以你數位綁定 很多地方都不能消費 這個所有的人都知道 你不要講中南部 連新北 台北 很多小型的服務業 你就是不能數位支付 可是超級好吃的都在那裡 對 小吃都不能支付 所以這個就很現實 年輕人都知道 誰不知道 而且我坦白說 他在鼓吹數位支付 真的是很奇怪 為什麼 因為上一波 疫情嚴重的時候 電商沒有受影響 你這一波 不是應該要來幫助那些 上次受到比較大損害的那些人 對 那當然就是中小型的服務業 結果你要數位綁定 你是要幹什麼 這完全跟你的目的互相違背 數位綁定 你就是圖利的那些大型的通路商 還有電商 那這一群人 剛好是上一波沒有受到傷害 而且搞不好賺比較多的人 對 尤其是電商 電商事實上前兩季 我們看到財報都賺很多錢 你看他的股票 現在都2000多塊了 是啊 結果你還要在那邊鼓吹 數位綁定簡直莫名其妙 而且摩托爾長那麼醜 摩托爾長那麼醜 好不好 這是重點 很多人都說不忍心看下去了 不過觀眾朋友 我們這個國際局勢 真的會牽動我們國內的政局 所以必須一定要注意 現在我們看看中美關係 真的是像月亮一樣 悄悄的在改變了 初一 初五那個臉都不一樣了 我們的執政黨 到底有沒有看到 先來看看這個美國 跟這個中國大陸 最近有一些情況改變 先看看我們自己國內 我們自己國內 發生什麼事情 當然上個週末 大家都看到了 中國大陸暫停 輸入世家 還有我們的這個聯武 農民就說 對啦 政府有骨氣嗎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服務院黨都說 不行 我們抗中保台 我們就是拒絕 中共打壓 中共無理蠻恨 對 你可以喊很大聲 你有骨氣 可是這些農民說 我沒有底氣 你可以看到台中縣的 世家生產合作社的這個理事 王志偉說 沒辦法 這個很多農民都是貸款 來送世家 因為過去世家的價格不錯 那現在是扛千萬的債務 鳳梨要自救 蓮霧世家也得自救嗎 可是可能政府也會撒錢 可能要等一下了 所謂政府有骨氣 農民沒底氣 我們剛才講了 政府這個農民就說 政府可不可以不要放棄大陸市場 其實他們也是很卑微的在哀求 因為我們分析了非常多次 台灣跟大陸就是有地利之變 你水果 鮮果這種東西 你要飄洋過海 你要花非常多的錢去運送 而且口味人家也不見得要 還有很多簡易的問題 所以這些農民有一點點 這個真的是有一點 這個低聲下氣的說 可不可以不要放棄大陸市場 你派能夠溝通的人 跟大陸來溝通 還不行 農委會方案沒有問題 但做生意除了品質好 更應該放軟身段 什麼意思 你叫人買你的東西 你還要買 你要買嗎 我還要偷錢出來買 要不是神經病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看聯合報怎麼說 他說上坡10億 賣襪商也來分杯羹 講的是誰 副主委李俊濟說 原本這個 因為鳳梨遭禁 大家知道這個2月份的時候 這個年初的時候 鳳梨被對岸 暫停輸入 結果農委會推出了史上最優惠的補助 因為錢很多 所以有很多人看到 聞到了錢的味道 都跑來 來分一杯羹 結果很多國家出現黑心鳳梨 本來他不是在做水果生意的 這個賣襪子的貿易商 也來賣鳳梨 為什麼 因為他想說有鑽頭 你不管是這些農民 我給你補貼鳳梨農 那你要輸出去的這些貿易商 我也給你補貼 所以大家都來了 都擠過來 所以出現這種不專業的事情 所謂的蜜鳳梨 其實是壞掉 所以是壞掉 所以這樣真的很糟糕 因為這個是做生意 是長長久久 你未來 如果這樣子怎麼辦 怎麼辦 來 董哥 其實我們知道 因為釋迦還有荔枝 這些其實在台灣是很受歡迎 但是我們因為大家長這麼多 而且味道這麼好 中國大陸是主要市場 對不對 連路更不用講 在屏東來講 黑珍珠最有名 對不對 從蘇貞昌當現場時代 釋迦95.1% 外銷的東西是銷到大陸 連路是97% 那更高了 有這麼高的產品 消去大陸的話 那其實 因為我們上次鳳梨被禁的時候 政府就已經 政府那時候心裡有數 就對外講 對外講說我們一定會分散 那有沒有分散 以鳳梨為主來講 好啦 鳳梨 鳳梨那時候 蔡英文總統 大家都記得那張投票 她坐在飛機上 說我們來了 結果我們進去了 兩公盾 被人家發現是黑心 那時候大家記得 就黑心 結果一顆鳳梨賣400多塊 澳洲的人說鳳梨 我們自己有生產 幹嘛買這麼貴的鳳梨 這些其實我們節目 也陸陸戲就討論過 那我講這個是要告訴 各位朋友怎麼樣 就是說政府早就意料了 可能會有這些事情 你為什麼沒有因應之道 你為什麼要等到發生 然後才來這樣 表示民進黨政府是很高興的 你中國大陸出手 我們大家一起來反中 來共產黨 我們就有票 他的用意在這裡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